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一处 康熙皇帝在临终之前将四子 八子 张婷玉 马齐等能臣干例 纷纷削之罢免 康熙皇帝对父亲这个举动非常不满 认为这是康熙皇帝年迈的胡同作为 最后还是康熙皇帝的谋臣巫私道指出 康熙皇帝这个举动大概有三个目的 一是当时各个党派竞争非常激烈 文征武斗 双方剪 把弩张 一场前所未有的斗争即将开始 康熙皇帝知道 这次斗争如果开始 最不利的是自己 自己很有可能失去这场夺敌之战的主导权 或许自己就要落得齐环宫的下场 二是这些大臣都非常有能力 康熙皇帝对他们有恩 雍正却没了 康熙皇帝无故把他们给贬了 等到雍正皇帝登基后 再提拔他们 必然能让这些大臣对雍正感恩戴德 势必会非常忠心 三是这个阶段是最后战队伍的时候 这些众臣很有可能就战错队伍 日后无论谁登基必然被报复 因此便他们也是为了保护他们 第二处 雍正皇帝即位成功后 回到了雍亲王府 见到了自己最为信任的乌司道 乌司道第一时间将雍正皇帝表示要退院 以乌司道的功劳和本事 完全可以成为日后大权带握的人臣 享受佩想太妙之礼 可为什么乌司道这么急着辞退 答案很简单 乌司道深知雍正皇帝为人应可 只可已与他共患难 不能与他同享福 更何况自己知道这么多雍正皇帝不为人知的秘密 如果乌司道不抓紧时间辞退 很有可能遭到毒手 自古乌情帝王家 连自己的父兄都可以除掉 更何况为自己出谋划策的一个小小的谋事 第三处 雍更瑶屡次犯上 雍正皇帝却已忍在任 雍正皇帝向来重视权力 之所以容忍雍更瑶大致有三个原因 一是 雍更瑶有能力 雍更瑶的军事水平非常高 西北战乱 正是佣人之计 这时候换驾 对边界的安宁是非常不利的 二是 雍更瑶的中心 雍更瑶虽然飞扬跋扈 但对雍正皇帝还算忠心 雍更瑶的妹妹还是雍正皇帝的宠妃 雍正皇帝这个时候处置雍更瑶 无疑是自掘坟墓 三是当时的局势 军权永远都是非常重要的 十三爷并重 而十四阿哥又等着重掌兵权 此时如果罢免雍更瑶 很有可能军权就落到其他人手里了 雍正皇帝是绝不可能允许这样事情发生 最终雍更瑶在朝局稳定之后才被刺死 也可以因那巨脚兔子走狗喷 飞鸟尽 梁公藏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